由中國機械工業集團有限公司 南港集團有限公司 與澳門會議戰艦業協會聯合主辦的 第四屆中國澳門國際汽車博覽會 將於本年的11月7日至9日 在澳門威尼斯人金光會展中心舉行 而新聞發布會亦都於日前在北京舉行 車展將會繼續秉承品牌、橋樑、機運 以為主題 緊密結合澳門作為世界旅遊遊遊中心 與中國與埔羽系國家經貿服務平台的功能定位 大力拓展港澳及周邊珠心各地區市場 打造品牌展示和進出口貿易平台 第四屆澳門車展規模將進一步擴大至6.2萬平方米 共設自主品牌館、進口車館、豪華車館 以及汽車飾品館四個主題展館 而同期活動方面 將會保留深受好評的汽車主題文化活動 以及安排高級別論壇 另外去年三日展劇中 一共吸引約16萬人次入場 保守估計帶來超過6億消費額 受訪觀眾對澳門車展總體評價 趨於非常滿意 表明澳門車展得到了觀眾的肯定和不認可 第四屆澳門車展同期亦將以豪江勝會為主題 舉辦第四屆中國澳門國際遊艇進出口博覽會 以及第三屆澳門公務機展 而公務機展將於11月6日至8日在澳門國際機場舉辦 展覽將會成為國內唯一面向公務機用戶的全產品線綜合性展覽 並設立VIP買家專享合談通道 在產品展覽的基礎上提供人性化的貴賓服務 充分利用展會平台 擴大業界的交流和合作 而去年三日的展期 一共吸引了近萬名專業買家 業內專家以及各界人士到場參觀 今屆澳門公務機展 進一步擴大了招展範圍 除了繼續邀請國際著名的公務機生產 服務和營運企業參展之外 今屆公務機展 亦將展覽範圍擴大到專業金融機構 專業媒體 公務機維修商 飛機租任企業 通用航空機場 以及二手公務機經銷商等領域 形成公務機購買 融資 托管 維修 營運 舊公務機處理等一站式的綜合解決方案平台 駅公務機閒